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于人生 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那么我现在正在给大家讲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也是你自己可能很关注的 那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圣经是一本奇书 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书 圣经是自古以来最流传最广 翻译最多 发行量最大的书 那么圣经也是神的话语 但是圣经它是六件书做组成 语言种类很多 又是在2000年以前 大部分2000年左右和2000年以前写的 又是在伊斯利民族 可能其他的民族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理解圣经的话语来说 也是相当的难度的 那么我受神的启发 圣灵的感动 那我下一个决心 要完成一个把圣经做一个概要和解释 那么把圣经最精华的部分拿出来 然后进行概括 求神带领 然后把这个奉献给神 也给大家 然后把福音传出去 让圣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 那么现在我是用中文讲 以后有机会的话 下面可以用英文或日文 我比较熟悉的语言来讲 好不好 那么我已经讲了17讲了 那17讲呢 前面的10讲我不再说了 然后前面的7讲 我现在把题目和以往一样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不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很有益处 好不好 那么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第11讲 就是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这一条对我们华人最重要的 然后有道德 有文化 遵守 遵纪守法 服从权柄 那么第12讲 就是纪念约节 牢记神的拯救恩典 也特别有纪念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 守这个圣餐 还有第13讲 神掌管历史 不管是人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是由神所掌控的 而且要明白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从七处造的时候 已经决定了 那么人类翻译 然后第14讲 神的选民 伊斯坦人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代表榜样 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是我自己的新建计 看吧 对 然后呢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是圣经的概念讲的 OK 第15讲 就是以史为敬 以史为鉴 那么这是我们 平常华人经常说的 那么我们当时讲的是 以史为鉴 主要是中国历史 还有一部分世界历史 但是这里我们说 这个以史为鉴 指的是 以色列人 犹太人 神的选民 他们的历史 也就是圣经的记载 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 基本上都记载 这个圣经里面 那么 对吧 那都记在这个 都在记在这个圣经里面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圣经 圣经呢 它要讲的呢 就是让我们 以这个历史为鉴 那里面有很多 可以学习的 很有意义 对不对 那么犹太人 除了这本圣经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塔木德 OK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是对这个的应用的解释 OK 如果这是圣经的原本 那个就是它的应用 和解释 OK 很有意义的 然后第16讲 我讲的是明白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 OK 那么没有神的人生 不认神的人生 是虚空的 OK 但是有神认神 敬畏神 OK 然后呢 遵守他的诫命 这样的人生 才是 是充实的 是真正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OK 第17讲 人生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 更需要什么呢 智慧 OK 所以这圣经呢 他特别强调呢 是吧 那么这个智慧的重要性 OK 所以他圣经里有智慧书 这个传道书啊 然后真言呢 这是专门的智慧书 OK 然后呢 在他的诗篇里 还有呢 圣经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OK 整本圣经里面 到处都贯穿到智慧 那么学圣经 你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好不好 OK 所以呢 然后呢 圣经里这个 在这个真言里面 他就进化 说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如果你还不认识神 你更谈不上敬畏 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 那敬畏神才是开端 你连根本都不知道敬畏 那也是没有真智慧的 也就是小聪明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来讲第18讲 那么就是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就是人生有苦难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不可回避 还害怕 准备 要相信神 相信神 坚持 然后呢 勇敢正确面对 神会加倍的奖赏 OK 人生的苦难的问题啊 是每一个人特别关心的问题 OK 从小都有苦难 OK 然后呢 人生啊 这个各个阶段都有苦难 有的时候呢 我想我这个人这么好 为什么这苦难非降低到我身呢 OK 难道这苦难是报应吗 是吧 这个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苦难啊 是 是这个人生中 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是自然的现象 未必就是一定 你做了什么坏事 未必就是 跟那个没有必然的联系 对 关键是什么呢 你如何来面对这个苦难 苦难是不能回避的 也不需要害怕了 OK 关键是正确的面对 那么等你正确的面对以后 依靠仰望人 正确的面对 神会给你回报 那么这个呢 我可以跟你先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圣经里有专门一本书 叫约伯记 那么这个约伯记 是圣经里啊 这个最早的一本书卷 然后呢 这个写了几个人物 写了几个人物 那里面有很多的对话 那么我们把它最精华的 它的本意啊 想告诉神 到底想利用圣经 利用约伯记 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OK 那么看看这个经文啊 OK 那叫约伯的啊 那个约伯的 他说约伯记呢 第一章啊 一到十二节 我们摘要一下啊 他这么说的啊 那乌斯帝啊 有一个人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对人好不好 好啊 是吧 然后第八节说 他说耶和华 问撒旦说 撒旦是对这个神 专门 是针对神 这个对抗神的啊 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 约伯没有啊 地上再没有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这第十九节 他不料呢 对吧 这是他会在绘画的啊 然后呢 这个撒旦呢 就是神呢 给他绘画以后 这个撒旦就开始 给这个约伯失坏了 是吧 失坏了 他说不料呢 然后呢 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 在少年身上 他们都 他们就死了 OK 唯有我一人逃脱 是来报信给你 约伯便起来 撕裂外袍 这个 就要 踢了头 扶在地上下拜 说 我至身处于母胎 也必至身归回 OK 赏赐的是耶和华 去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并不犯对 也不以神为欲望 他讲了什么事呢 约伯啊 是一个乌斯里 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经常没有身体 无可挑剔的 还有美善的人 可是呢 有那么一天呢 等这个撒旦跟魔鬼 撒旦跟神商量以后 撒旦开始在魔鬼身上 试探他 试探他 那么试探的时候呢 约伯呢 他有很多牛羊 也有很多家人 然后很多资产 然后呢 这个就是用风啊 用各种这个盗贼啊 然后把他家里的财产给抢空 然后防火给烧掉 屋子也塌了 总体而言之 他一无所有了 一无所有了 就让他 让他到了这个程度 你说这不是 这是不是苦难 是不是灾难 是吧 是不是灾难 可能在人生中 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 那个年代 有那个年代 那么呢 他长得这个程度 还不够 你看看约伯他遇到的苦难啊 这个约伯记呢 第二章啊 七到十节 这么说的 他说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那击打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 掌头疮 我小的时候也掌头疮 身上掌的 但是也没有掌那么厉害 就掌头疮 对不对 然后呢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 拿瓦片刮身体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知道啊 你是做丈夫的 你是平常是非常诚实 人特别爱心的人 是吧 特别爱心的人 可是你遇到这种 可以说落了紧了吧 对 绕了这么灾灾的呢 你看到妻子怎么可以说呢 OK 他的妻子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对不对 你仍然持守坚实你的信仰吗 你还是对神这么好吗 对人这么好吗 OK 做这些什么吗 你剃掉神 死了吧 OK 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 幼儿生了大病 财产都 儿子也 儿女们也死了 是吧 苦人也跑了 最后妻子又再说了个这个 对不对 说了这个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约伯怎么给他说的 约伯却对他说 约伯怎么说呢 是吧 对不对 你说话像 鱼丸的妇人一样 OK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也不受祸吗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并不亦口犯罪 约伯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他自己最亲爱的妻子 按说那个妻子给他说了话以后 他应该负荷几声 对不对 很多人这个缺乏这个骨气嘛 对 比较软啊 一旦妻子说个啥 他就跟着随了 可是约伯呢 他是以神为上 他敬畏神 是吧 他敬畏神 对不对 他说他很客观 很谈人 很辩证可以说 OK 说难道我们从 你像个鱼丸人的妇女 首先批评他 对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到福 就不能受祸吗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他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祸福啊 来身外之物 神给啥就要啥 是吧 给你就拿着 拿走也没关系 这是他的心态 是吧 对不对 长窗外是可以医治的吗 OK 他用功方队 是吧 所以这 这就是约伯啊 是吧 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啊 OK 你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 从你小的时候生的时候 可能就遇到什么的 营养不良 那个年代 是吧 然后呢 可能是残底 是吧 也可能是残底 还有呢 你出生的家庭呢 父母可能是离异的 对不对 还有呢 是你可能作为女儿的时候 给妈妈关系不合 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见过不少 这女孩子 男人不错 父母供养她 出国留学 到了这里以后 自己比较独立了 嫁父母也给不少的钱 可是呢 就是嫌着自己妈妈不好 一见了妈妈以后 就头疼 OK 就讨厌自己的妈妈 是吧 你说多是做大的不幸 这是不是一种 在在在在在这种灾难的城 这就是灾难的情况 是吧 OK 所以是各种啊 这个这个各种各样各样各种各样 这个灾难都会遇上 这个各种灾难遇上 那么呢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有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年代啊 现在考大学不是问题了 在我们的年代是吧 3%的人才能考上大学 OK 那么在农村待着是没有出路的 是吧 那么考上大学 可以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上 如果高考实力的话 你想想 可是天打雷批 是那种那种感觉啊 抬不去头来 看不到希望 是吧 在同学面前有人考上学了 不管中专也好 什么师范也好 考上了 可是你没考上 对不对 你说你都痛苦 你都痛苦 是吧 这个机会 本来你可以进教授呢 就差那一封推荐信 你就拿不到教授这个职位 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地下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不是在那 OK 眼看着 你就辉煌了 OK 突然金融危机来了 是不是 眼看着 你家要 这个孩子要结婚 OK 你工作要转型 突然来了什么呢 COVID-19 OK 这个病毒 新冠病毒 来啊 是吧 毁掉你的事业和人生 真是灾难 OK 对不对 你看美国 OK 自从这个川普总统当总统以后 各方面 可是旅顺国家的关系 修墙保护边界 400英里 是吧 对不对 建立这个失业率 减到历史最低点 是不是 把这个贸易不平衡也纠正 是不是 降低了最强大的美军 是吧 可是 突然来了一次大瘟疫 OK 那么这个就成为 另一个党外的攻击的口实 成为这个口实 所以呢 把整个竞选的梦 差一点破碎了 是不是 所以就传出这种情况吧 是吧 但是呢 你 就是你在这个人生中 我跟你说呢 单身有苦难 OK 真是有苦难 是吧 有的是那个 刚刚四十多岁 然后一诊断 结肠 OK 那不仅归自己啊 并且是三期 OK 切 能不能切 切了以后 能不能康复 都是问题 整个家庭 在这个时候 都背上了 沉重沉重的包袱 受了沉重沉重的打击 是吧 几十岁 你知道 四十多岁 五十来岁 正好活着 如线癌 对不对 就像约伯长疮了 嗯 对吧 是吧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在人生中啊 这些苦难呢 是很自然 很自然的 有的时候 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 找这个苦难 而是这个苦难 在你做的过程当中 在你生活当中 它突然会 临到你自己家的身上 嗯 有的这个家里呢 这个夫妻两个都挺好 孩子也挺好 但是 就发生了 女儿突然诊断出 白血病 right 真是血上加霜啊 这白血病以后 结果呢 对不对 在照顾自己的女儿的时候 因为这个太太的软弱 right 又发生了婚外情 那对这个家庭来说 真的是沉重的打击 所以这种 人生的苦难 对吧 人生的苦难 那么人生的苦难 就我们既然回避不了 是吧 那么我们靠着什么来得胜 靠着什么来战胜呢 那么我们看看约伯这个情况啊 约伯呢 他呢 他的朋友们笑话他 说他哎呀 你就是犯了罪了 神在惩罚你呢 OK 是吧 又不赞成那个 我说我没有犯什么罪 是吧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妻子说 你赶快你不要 不要坚守你那个纯正了 你不要再信你那个神了 坚守你的圣洁了 坚守你的公义了 做什么好事了 最后你做了这么说行善 还不是最后 没有得到好的报应 反而得到坏的 就让你财产丢失 而你当时 然后那个牛羊爱眉了 对不对 然后连你的妻子 还跟你说这种难话 然后你的朋友 你好的时候 人们都 这个 到你的家里 做客来 然后呢 带着酒啊 然后给你送礼啊 然后来找你朋友 结果你到了这种程度了 人家认为是你做了错事了 你是没 你卖 你没有跟我们讲实话 其实你做了很多 做你做了很多孽 现在报应你呢 OK 你就是说的报应了 还有这种情况 那么但是约伯呢 他一直不放弃 对吧 你看他说的话 对吧 是吧 这个是吧 他怎么说的 是吧 是吧 我们有那么多财富 有那么多牛羊 我们在这里 有这个社会的身份 是吧 是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靠着我们怎么证的 然后呢 现在呢 那神要把它拿走 那就拿走吧 是吧 这就很分析趣 我们再往后看 在这个约伯记啊 他42章 那最后呢 他做了个总结 OK 他42章 他这么总结 他约伯回答那 耶和华 回答耶和华说 OK 我知道 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乱阻 约伯有非常好的回应 你给我的时候 该谁给我 赐给我 我就接受 OK 我不拒绝 是吧 对不对 我会发展壮大的 你神赐给我这一个 我可以把它 经过管理好 让它有更多的 是吧 更好的 是吧 但是呢 如果神 你有一天 你要拿走 我就给神 我就给神 对不对 那么呢 你要做什么事 我不拦阻这个事情 我不挣扎 我不埋怨 我不埋怨 那这个心态 那求你听我 就是说 求你听我 你 我要说话 我问你 你求你指示我 所以约伯 遇了这么大的苦难 那么他的三个朋友 都埋怨他的时候 他妻子要让他放弃的时候 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要有一个 最后有个谦卑的心 他要求神指示他 求神 我要说话了 求神听我 我跟你说 是吧 OK 那么他说 我从前封为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了 过去我认识神啊 我是从别人传过来的 我从耳朵里听来的 是刮着风里 风声里有这个声音 是道听途说的 OK 从书上学来的 OK 从别人听来的 我没有亲身经历他 那么现在 我经过这么多的苦难 我不背弃神 我还是坚持我的纯正 我还是坚持我的纯正 对不对 那么神 他就会祝福他 那么看我们人生当中啊 我有个传道人啊 宣教士 他到台湾去宣教 当时的时候啊 这个叫牧师啊 是一夜的牧师啊 那台湾去宣教的 他亲自做见证啊 当时的时候 他的孩子跟着他 那么呢 因为是宣教士嘛 那么当时那个 这个学费是比较贵的啊 然后上学的时候 他这个语言上面 各方面都有事情嘛 所以呢 当时的没有学校 合适的学校 必须交费 那么当时的时候 他就祷告神 那孩子上学问题怎么解决啊 结果祷告神以后 然后呢 宣教会 宣教会 宣教会的就把这个孩子 学费的事给他解决了 所以孩子可以上学了 对不对 那后来他的孩子 有做校长的 有做专科医生的 还有做不同的 对吧 所以神他会祝福的 他会祝福的 是不是 你会亲眼看到 那么他因为他坚持嘛 还坚持 所以呢 不仅做宣教 还执堂 当当来执堂啊 是不是 第六节说 因为我 因此我厌恶自己 是不是 我过去啊 我是只是听闻你 我现在才真正看见你 等我们有人生的经历的时候 等我们经历经历神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 把这个看到的苦难 这种灾难 认为这是神在惩罚你 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考验 我们有一个姊妹 他得了癌症啊 肺癌 然后他离世的时候 已经转移了 对 他非常平安的走了 对 他呢 没有埋怨任何的埋怨 他说我该走了 不这么耗着了 是吧 是吧 所以呢 因为他那个心态 他因为他爱神 他知道神爱他 所以呢 他有心态 那这个这个约伯呢 就是这样的 是吧 约伯就这样 所以呢 这个约伯呢 他开始呢 非常的谦卑 他开始找自己的问题 是吧 不埋怨神 他一直坚守他的纯正 是吧 一直坚守坚守的纯正 他说 那个 就因此我厌恶自己 他说在尘土会 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你说忏悔到什么程度了 他就是把那个炉灰啊 尘土 可能土在自己身上 他说我就是尘土 我从尘土来了 我愿意归向这 我不埋怨 我没有在这抱怨 就是这样的 坚守纯正 然后依靠仰望神 是吧 最后的时候 那约伯呢 为他的朋友祈祷 他的朋友到这来讽刺挖苦他 说你是做了罪了 然后现在神在抱怨你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是吧 反复的跟他说 一遍遍的说 说了他都睡不着觉 是吧 但是约伯反而什么呢 这个为他们祷告 但是神看到他们这么大的信心 看着他持守他的纯正 他经受这个考验 就像亚伯拉罕 像以撒一样 顺服的考验 敬畏的考验 敬畏神的考验 对 然后呢 都经受过来 那最后的神一定会祝福他 那这个约伯呢 等神要看到约伯 这么持守他的纯正的时候 这个仰望神的时候 那么神就开始祝福他 这个苦难很自然 神就祝福他 你看神怎么加上他呢 耶和华神 就是约伯从苦境 转回 他从苦境转回 然后并且 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朋友 神就是这么一位信实的神 当我们能够经受这个考验的时候 不管再苦难 再大的困难 遇到什么样的险境 我们 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臂膀 他是我们的磐石 他是我们的力量 那么等伊斯莱人 这个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里 他说晚上 有这个火柱给他们照耀 白天的时候 有这个安蠅给他们下来 让他们吃的 什么都不缺 磐石都可以出水 对吧 那么呢 我们看到 约伯这个情况 他经过这个苦难以后 神大大的祝福了 我们生活当中 也是看到我们的祝福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 非常蒙福的人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 等我这个考大学的时候 得了一次重感冒 然后结果让我考上了医学院 是吧 那么上了上大学的时候 本来是定向生 结果呢 神又让我考上研究生 对不对 然后呢 毕业了以后就留校 然后一年以后就出国留学了 那么神把我带领到中国 因为我 有一个爱国赤子之心 报销祖国的心 然后呢 对神的儿女 自己的孩子也比较看重 所以当时的时候就把孩子们带到中国 回去以后 那有机会 然后在北京 然后北京大学 然后直接就进福教授 是吧 对不对 所以看到神的祝福 对不对 等我们爱神 我们神就会祝福我们 给我们引领这个路 走了一条移民的路 到了加拿大 一来就到了一个家庭 正好这个家庭是基督徒 非常敬价的家庭 对不对 就在斯加堡这个地方 那么就带我去教会 然后我就信主了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到 这十一月份来了 十二月二十四号就信主了 就是一个多么快 神就拣选 一路走来 非常的平安 神对我的奖赏 那从一个普通的世俗的人 追求这个名利也好 追求这个职位也好 那么追求辉煌也好 追求神 敬畏神 才认识敬畏神 然后才有这个智慧的开端 认识之上就变得聪明起来 我还是不够聪明 还需要更多的认识 我希望呢 我们就大家都像月博一样 然后呢 圣经教导我们呢 这个苦难是自然的 OK 我们要正确的 有个正确态度 然后有敬畏神的态度 像月博一样 然后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 我也想神祝福你们全家 祝福给你 好不好 谢谢今天 今天 首先收看今天的节目 然后希望你这个喜欢 然后呢 这个给你的朋友 家人分享 转发 点赞 或者把这个频道呢 转给你的自己的群里面 让大家能够理解 明白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然后让圣经成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的祝福 也是你送给你的朋友的礼物 好 我们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